欢迎回到陈光第一线 2019冠状病毒疫情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 这期间人们宅在家里各有不同的方式来调集身心 其中人们对线上娱乐的需求有所增加 不少的娱乐产业包括影视机构和剧院 纷纷将经典作品重新包装 搬到虚拟网络 更是有不少的知名歌手在这期间举办了线上演唱会 让人们不出门也能够享受视听响念 提振对抗疫情的时期 大家在看什么 台上动情歌唱 视觉灯光 舞台效果宛如就在现场 台湾歌手奶茶刘若英原定三月举办巡演 无奈碰上疫情取消 于是改开线上演唱会 将歌声搬上云端 除了自己的经典歌曲 当天刘若英也演绎了其他歌手 筷子人口的作品 曲目仅扣《陪你》主题 向抗疫前线人员致敬 虽然现在大家不能出门 但是大家的生活还得要继续 通过这种在线演唱会的方式 可以给大家的生活增加更多的一些色彩 然后同时也可以去忘掉现在的这些烦恼 演唱会透过YouTube Facebook 微博等多个平台直播 累积的点击率近1亿5000万人次 大家也会可能周围环境是比较安静的 我觉得会更依赖身边的这个人吧 就说你们两个人会有更多的一个 信息交易 疫情之下许多活动被迫喊停 线上演唱会逐渐成为趋势 歌手们透过网络平台 借由歌曲的力量抚慰人心 情若全聊 本地歌手董姿燕也加入行列 他认为线上直播的方式 同观众的互动更加直接 即使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感觉 我能看到他们的眼睛 但在网络上我能够读 自己的留言 我能看到他们的名字 所以我知道他们的名字 除了演唱会 不少经典音乐剧 也透过串流媒体 限时免费播放 阻断措施期间 吕诗林一家都居家工作和上课 虽然无法外出 但全家一起在家烘焙 也参合玩游戏 相处时间更多 无形中也增进了亲子关系 这一天他们的活动 是观看百老汇经典剧目 《歌剧魅影》 让年幼的孩子们 也有机会接触音乐剧 是 这是第一次看了音乐剧 我喜欢歌曲 但它是很可怕的 好处是他就是可以近距离地看 他的镜头可以拉得很近 可以看到一些很大的特写 和一些非常近距离地观看 他们的一些演员上的表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接触歌剧的一个机会 让小朋友就是在这个时候 接触歌剧是什么样子的 那以后我觉得他们大一些些 我就会觉得 他们就可以带他们去 歌剧院去观赏这个歌剧 线上播放的质量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网速 网络是否顺畅因此很重要 如果是家里居家的 那个WiFi AP的问题的话 就是你就是要 就是把你的电脑搬去 靠近你路由器的地方 你的WiFi AP的地方 这样子你的信号比较强 影运商那边 我是觉得真的 你们做的东西很有限 阻断措施期间 人们在家使用网络的需求大增 要确保上网顺畅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 也在社交媒体 分享了一些小窍门 例如将路由器放置在 较高和通风较好的位置 尝试重启路由器 以及关闭背景应用程序等 都将有助于改善网络速度 的确 音乐能够跨越国界 也能够温暖人心 就算是身处不同地域 也能够通过同一首歌 来获得很多的快乐和慰藉 您心目中是不是 也有这样的一首歌呢 疫情期间 本地就有超过一个组织 以号召群众同唱一首歌的方式 来为新加坡加油大气 由本地资深音乐人李迪文 创作的国庆主题曲《家》 在1998年退出后 就广为传唱《深入人心》 今年4月 900多名身处海内外的国人 呼应本地非营利合唱团 《Voices of Singapore》的号召 个别录制了自己演唱 这首歌曲的视频 再把视频传送给组织 进行整合处理 组织表示 成立这个非一般的线上合唱团 是想在疫情期间 拉近国人之间的距离 很多问题都被提出 如何继续音乐制作 使用音乐作为一种方式 帮助人们一起 以及帮助人们 帮助人们 帮助人们 每个人都在 即使是在冒险 或是在外面 我认为是在冒险 我认为是在《Virtual Choir》 合唱团在召集国人献身的同时 也制作了指导视频 让参与者照着视频练习 和录制演唱片段 同时也上传了歌曲的乐谱 帮助参与者掌握演唱音准 其中一名响应号召的是 40岁的吴莉莉 也是参与者当中 唯一的耳聋人士 和其他参与者不同的是 她是通过手语来诠释歌词的 或许您会好奇 耳聋又怎么能够掌握 音乐节奏呢 其实吴莉莉并非天生耳聋 是在长大的过程中 慢慢听不到声音 因此还是对音感和节奏 有一定掌握 尽管现在已经无法听到 周围人士的交谈 但是她仍然能够根据乐谱 感知音乐节奏 难得的是 热衷于音乐和表演的她 近几年更投身于 戏曲表演和工艺工作 希望通过表演来传达 耳聋人士的心声 吴莉莉受访时通过手语表示 在录制自己演唱 《家》这首歌的时候 她尽量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 来表达出歌曲的意境 以及自己对这首歌的热爱 作品出街后深受好评 吴莉莉身边的亲友 也对于一名耳聋人士 能够参与合唱团演出感到惊讶 她表示希望自己的参与 不仅能够鼓励耳聋人士 建立自信 也能够让其他人 见证到疫情期间 每个人所能扮演的角色 这首歌的视频是不仅仅是一首歌 而是一首歌的想象 是一首歌的想象 我希望这次能够提供多多的可能性 为了一首歌的想象 让他们一起做什么 继续分享这种情感 和给予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